大家好,我是文睿 昨天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看到以后 我也是感慨万千 我就觉得习近平真的是太能折腾了 这么折腾下去 共产党也快差不多了 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消息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中国税务部门近期将对富士康集团 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 然后中国自然资源部门 则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 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事情它简单讲 中国政府要对富士康进行调查 那么这个事情对整个中国的冲击和影响 简直太大了 一会咱们再分析 首先就是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它是一个就很简单的一个调查 中国政府肯定说了 对吧 那你富士康既然在中国 你不论是台企业也好 煤企业也好 韩国企业也好 我们定期的就会做一些调查 是不是 大家不必大惊小怪 也不必就过多解读 文锐你差不多行了 别这个小题大做 可能会有这么这种说法 但是这个事情 大家仔细想 它能是一个简单的调查吗 能是一个仅限于经济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动作 不可能 它背后肯定有它的这个政治原因 对吧 肯定有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政治方面的 甚至一个是一种打击和报复 那时候说到底原因是啥呢 我觉得吧 我看了以后 大致有这么两点原因吧 第一点原因就是说 今年这个八月份 郭台铭不是宣布 这个以独立候选人的这个身份 参与明年的这个台湾大选吗 然后他也辞去了 红海董事长的一个职务 然后就是有媒体上是问的 说如果中共啊 因为你不听话 要把这个红海的财产没收啊 这个怎么办 大致这么一个提问 然后他就回答说 yes please 如果是中共不打台湾 我可以重新做这个魔剧工人 我不能听他的指派 就是指这个中共 我从来不受中共的控制 你来打我 这个没收我财产 我不受威胁 他说的这话很强硬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 他明确承认了 中共就是这么无耻 或者潜台词 习近平他们就是这么无耻 对吧 他们就可以随时没收我的资产 这点我是知道的 对不对 他承认这一点 他可能没有这么明确 但是你这个话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嘛 他们虽然这么无耻 但我也不怕 无所谓 大不了我重新做这个魔剧工人 对吧 他们这个红海很多这个魔剧 就非常做得非常好 一些精密魔剧等等 就这么个意思 那这个话他说出来以后 他直接就是 就是冒犯了这个习近平的 所谓的他的那个尊严嘛 是不是 那这话我分析 当然这个郭台铭怎么想 我不知道 但是我分析的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什么 就是他就说 习近平你们就是这么无耻 我知道 那不就是在触犯 习近平的尊严吗 同时他说我还不怕你们 对不对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另外一点就是 郭台铭他这次这个参选 他整体上就是说 就是获胜的机会 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他会分流一些 这个蓝营的这个选票 然后 他就会使这个赖清德上台 当选的这个可能性增加 那这个事情呢 一定是让习近平非常非常头疼的这个事情 非常头疼 是吧 就是他整体说是他的这个参选 整个把习近平的这个台湾 整体台海的这个战略 或者是所谓的战略给打乱了 你知道吗 那这是触碰了习近平的最核心的这个利益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郭台铭他做的这个事情 既触犯了习近平的这个尊严 同时又触碰了习近平的核心利益 你说习近平他能不生气吗 对不对 前段时间他一直很忙 这段时间 这一带一路这个会也开差不多了 然后这时候 习近平腾出手来了 他就开始这个收拾 收拾你 对不对 你敢触犯我 对不对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这个事情吧 做的我觉得特别的愚蠢 习近平他就是想一出事一出 不高兴了 就瞒你打滚开始 就是对吧 随便这个就是说 释放自己的这个脾气 你知道吗 你动郭台铭 你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冲击影响 是毁灭性的这个打击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一起来分析 就是 你就是说 不是说动郭台铭 动富士康 这个富士康 他有这个两个身份 非常明确的身份 第一个身份就是台商 第二个身份 就是他是 这个欧美 这个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 这个大的这个科技企业 在中国大陆进行代工 几乎是最重要的这个合作伙伴 他背后呢 就是台商和欧美的 这些大的科技企业 对吧 这个没问题吧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好了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去动这个富士康 那么本来 咱们先说欧美企业 就别过去 本来人就想走 苹果 戴尔 惠普 人本来就想走 那你这么一做的话呢 人家不走的就更快了 算了 这地方实在是不能带来 赶紧走 赶紧撤 加速 这回这个不用你习近平加速 我们自己加速往路撤 对吧 吹呼拉秀 资金大规模 再加上前两天 普京还来了 对不对 本来人家资本 外国资本就已经害怕的不行 赶快要大规模撤 今天早上 刚才看这个上证指数 已经跌到了2960多 上周末好像还是2980多 现在跌到2960多 资金就吹枯拉朽 大规模的往处走 对不对 本来看得不幸来 人家就很害怕了 这时候你再对富士康动手 你说人家外资会怎么想 这些欧美企业外资 大规模的往处走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就是台商 台商也赶紧行 大规模赶紧走吧 厂房拿不出来 厂房就 厂房卖不了 就不要了 设备拿不出来 就不要了 能把资金带走 能带走 带走走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想法 再过两天 说夸张一点 人能不能出来 都不一定了 赶紧撤 赶紧走 是不是 全都是大包小包的 对吧 一去不回头 如潮水一般 这些资金人力 对吧 人才就往处走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你敢动富士康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是不是 那接下来影响是什么呢 首先 实业 对吧 因为台商它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工人 对不对 那实业会就像这个怎么 雪上加霜 对不对 吹酷拉朽般的这个实业大潮 就全都来了 那怎么吃饭 怎么生活 怎么养家糊口 中国人 是不是 第二点就是出口的问题 对吧 就是说2019年当时不有数据吗 中国出口企业前十当中有六个是台湾企业 前100个企业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台湾企业 那这些企业大规模走的话 你怎么去赚外汇 你没有外汇的话 你这人民币汇率怎么支撑 你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话 你很多重要的物资进口不来 或者是进口的规模很贵的话 那你中国和民生相关的能源和食品等价格上涨 那老百姓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对不对 这个影响就是都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非常非常明确的 这影响就会快速的这个过来 再加上这个地方财政的问题 本来地方财政就没有钱 很多地方公务员都开不出工资来了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这么做大量的企业走了 他不就更没有收入了吗 对不对 更没有财政收入 包括房地产估计也不行了 是吧 那你这个土地财政也不行了 你说这些公务员不得造反 当然这可能稍微夸张一点 就是没有钱了 对不对 他起码打个床付 就是这个要个工资 或者是罢个工 这些都会让习近平这个吃不了兜着走 等等这些事情 这一系列的事情就全都出现了 是吧 但是呢 习近平他还是要这么做 他就是这种性格 对不对 我就这样能把我怎么递 对不对 你郭台铭 你敢触动我的权威 对吧 你敢触碰我的核心利益 那我是绝对不能饶过你的 对不对 至于说整个这个中国老百姓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整个这个民生将有多么的这个艰辛 他才不去考虑呢 反正我算是看明白了 他基本上就是想了 大不了就变成这个北韩嘛 是不是 中国老百姓啊 能有口饭吃 他们是绝对不会反抗了 对不对 大不了把门一关 对吧 咱们就搞内循环 是不是 能对吧 基本上他肯定慢慢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没有 真的是没有这么简单的 在这个民生再这样下去了 那中国老百姓啊 真的是很受不了 包括体制那些公务员 包括那些高官 他们也受不了 他们也想这个这个吃香的这个喝辣的 对不对 也想享受这个好的生活 对吧 所以说这习近平真的是太能折腾了 总加速师 总烂尾师 总回宣师 对吧 一步一步的总是做出一些超出大家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整体上这次对富士康的这种做的这些事情 他后续的状况 咱们还得一点点这个观察 总之我觉得这个冬天啊 可能又是一个不平静的冬天 整体上呢 这一集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啊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